同样是前夫,看了李亚鹏对王菲的态度,再看贾经伦前夫的态度,让人觉得有点差距啊。 同样是前夫,看了李亚鹏对王菲的态度,再看贾经伦前夫的态度,让人觉得有点差距啊。 婚姻生活中的两个人由于都有各自的性格,所以就会有冲突和矛盾,这也是在正常补过的了。 两性在一起实质上就是一种磨合。 常说女人惧怕的不是嫁给自己不爱的人,而是嫁给让人失望偷顶的男人。 大多女人选择离婚就是因为对男人失望偷顶,而有一些女人离婚还是一些客观因素导致的。 所有一个女人离婚后也可以让人看清她前夫的态度。 贾经文您参加节目,让人觉得贾经文现在的生活真的是很幸福的。 其实贾经文在梅和修杰凯结婚前还是有一段失败的婚姻。 贾经文第一段婚姻是和富豪孙志豪结婚的,让人觉得贾经文嫁给富豪以后的日子肯定是让人羡慕的,然而没想到的是婚后不久贾经文和孙志豪就离婚了。 在婚姻里,真正的对错,不是谁正确,谁错误,谁高明,谁低下。 而是爱是否流动,亲密是否存在。 有爱,有亲密,有情感的流动,就是对的。 相反,无爱,无亲密,无情感的流动,就是错的。 因为,你们不是你和我,而是一体,是一起体验生命的伴侣,是一起面对虚空的我们。 有时候,在时间里走住走住,我们会忘记初心,忘记了最初的时候,我们相遇,相知,相爱,并决定长相厮守,不是分出谁对谁错,而是为了彼此连结,去创造亲密封城的生命。 我们为情组所控,动弹不得。 但无论多么艰难,还是要记住,当头脑开始评判对错,进入各种妄想之时,记得我们一起回来,回归初心,回归开始的地方。 另外有网友就说到,一段失败的婚姻不可能是一个人的问题。 当然了,也有离婚后继续坦扑前妻的男人的。 李亚鹏在参加一次活动时,有一位土石的农家媳妇问李亚鹏你家里媳妇做不做饭呢? 想想李亚鹏都离婚了,这怎么回答呢? 肯定是一个得罪人的话题啊,必定有媒体爆料王妃是不会做饭的, 更何况王妃和李亚鹏都已经离婚了,没想到李亚鹏的回答让人觉得李亚鹏不但秀了自己的高智商,还给王妃了很大的面子。 李亚鹏说,我就不说了,这样的答案既没有得罪王妃,也给了农家媳妇一个巧妙的回答。 曾经李亚鹏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,也是首次离婚后在媒体面前谈王妃,李亚鹏说,他,王妃,很纯真,最单纯的人。 不少网友听到李亚鹏这话都被打动了,李亚鹏并没有像其他明星一般,离婚后就互相抵,反而是给出这样的高度评价,这份休养非一般人所能及。 如今的李亚鹏独自抚养李烟,李烟曾经患过的病也治好了,因为目睹过李烟患病时的折磨,李亚鹏成立了一个烟然天使基金,以帮助那些同样患病的儿童。 还有媒体曾经拍到过李亚鹏一个人看助理烟的时候会哭,这其中有没有是因为想到了王妃就不得而知了。 有网友就说道,同样是前夫,看了李亚鹏对王妃的态度,再看看贾经文前夫孙志浩的态度,让人觉得有点差距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